中央党部 至楓寺是解嚴的32周年 等會嗡嗡路人 對這個地方的印象是什麼 看著大家對於歷史記得多少 我想要問您幾個 搞龍賞 四五關 沒關係啊 出明明了 請問一下妳們 今天來這邊做什麼 因為我住附近 所以我來這個附近買東西 就是聽說這邊的月老 蠻靈驗的 跳屠風舞吧 大家都來這裡嗎 走不路 就做二明明了 这是这一次 吃饭可不可以 要员 鼓极名胜吧 一个休学活动的地方 鼓极名胜 我觉得是鼓极名胜 宗教圣殿 宗教的一个人 鼓极名胜 无法也无法 同时它也具备了民主圣殿 網上整天都在馬政府 哈哈哈哈 集會遊行嗎 專局在政見法表 要禮物都不要 哈哈哈哈 他要開會的時候都那個 把他圍起來 不讓人家進去 他曾經有228的條件委員會長 因為他這邊是那時候 很重要的集會長 然後他其實過去就是 跟剛剛的辦公會長 老獎的時候常常在那邊開 國民黨開會用的 228條鐵委員會在那邊開的 對 你說的是更嚴重的集會長 把那個隆身室整個包圍起來 集點以後就不能出來 去年就 了解 還恐怖 戒嚴不是戒嚴 哈哈哈哈 是不是在歷史客門 會不會出現的東西耶 哈哈哈哈 我在追求民主運動 非常的激烈 解嚴至今已經32年了 非常多解嚴的工作 持續在進行 包含了副轉會的成立 政治檔案條例 過去的這個威權體制的了解 會幫助我們的民主機制更加的強化 民進黨會繼續站在 捍衛台灣的民主機制的這條路上 持續前進